泰坦尼克号 你知不知道在泰坦尼克号出世的14年前 就有人预言了他的结局 并且完整的写在了小说里 我是专家 相信大家关于泰坦尼克号的记忆 大多是来自于儿时看的电影 很多人小时候反复的观看 而这座超级巨轮的沉默 真的只是意外吗 110年前的1912年4月14日 第一次航行 并且号称永不沉默的泰坦尼克号 与一座冰山相撞 随即沉入了大夕阳 而早在1898年 英国作者摩根·罗伯森 就曾经写过一本名为 《徒劳无功》的小说 描述了一艘名为泰坦号的游轮 在4月从英国首航 驶往美国 相似的名字 同样的航线 也是号称永不沉默的豪华游轮 小说中的泰坦号船长 与现实仅相差了3米 而螺旋桨数完全相同 其余各方面数据几乎一致 而小说中 这艘巨轮的结局也是撞上了冰山 造成了1500多人丧生 没想到连人数都几乎相同 而泰坦尼克号沉默后 作者收到了无数的信件 有人说他是预言家 有人则说他的小说是一种诅咒 三年后 备受压力的作者离开了这个世界 这也成为了一个百年之迷